《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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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是第六讲 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讲了五天 本来我说七天 想讲了菩萨界 是不可能的事 讲了五天 也讲了一半 讲了百分之二十 讲了七条界 第一次来听的居士 朋友 菩萨界比较深奥些 尤其你是第一次来听的 你多数不会明白内容 通常信佛的人最重要 第一件事是三归依 归佛 归法 归依僧 在家人三归依 三归之后就受五界 不杀生 不偷渡 亦不邪人不妄 亦不饮酒 又受五界 这是在家居士的界 受五界之后 再进一步 就受八关齋界 八条界 又进一步 再进一步 就是受菩萨界 学行菩萨道 就要受菩萨界 出家的人 当然 如果比丘 要受二百五十界 比丘三百四十八界 色叉摩罗 十界加六法 沙尾沙尾尼十界 全部都要守界 佛门是以界定为 学佛的基础 若不守界 便谈不上学佛 即是说 若你平时的行为 你喜欢怎样做 就怎样做 完全没有规弱 有些事我不能做 有些事我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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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盗淫妄 全部我只要开心就可以 我什么都可以做 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人生 为什麽呢 有因果报应 所以佛门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是 告诉你 在你的思维里面 在日常 有些事你不能做 有些事你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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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的可以做 有恶的不能做 所以有戒律 如果个人没有戒律 这个人没有一种规弱 他生活得很不快乐 如果家庭没有戒律 即是家庭里面 没有家庭的教养 任他怎样做 这个家庭将来 会导致一个不和的家庭 这一类 我就不再说了 戒律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继续讲 内容 昨天讲到 《不教悔罪戒》第七 第七是第三页 《不教悔罪戒》第七 后面的两句还未说完 后面的两句是什么呢 《如前说若忽他心若忽憎济》 我未说完 这个戒是《不教悔罪戒》第七 即是说 学行菩萨道的人 如果遇到一些 凶恶犯戒的众生 你不可以不教他 他凶恶犯戒 以亲恨心 捨离他 不愿意教他 不想教他 是犯戒的 即是说 你遇到恶人 他犯错了 你要告诉他 哪里是错的 不可以不告诉他 你不但不告诉他 你还起亲恨心 你憎恨他 那就更加重 所以菩萨要持悲心 不是见到恶人 要远离恶人 即是好像在家庭里面 如果你有几个子女 每个子女都好 有一个子女有病 你会特别要照顾他 如果众生 每个都行善的众生 你当然要照顾他 如果行恶的众生 你更加要照顾他 为什麽呢 因为他继续行恶 他受到因果报应 会堕落 你快快从岩崖勒马 要帮助他回来 这样才叫慈悲心 但有很多情况之下 凶恶的人 你暂时不可以教他 若护他心是什麽意思呢 如果群众里面都说 这个凶恶的人暂时不可以教他 为什麽呢 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众此之的 如果你教他 你有基严 和他同流合污 你教他的时候 别人以为你 和他是物以类罪的 为了忽他心 为了尊敬众人的意见 暂时不教这个凶恶众生主 忽他心 忽众人的意见 不教他 不需要教 若忽他心 我昨天还没有解释 若忽他心 若忽生计 什麽若忽他心呢 如果大家都因为这个凶恶的人 暂时不要教他 大家的意见就是 如果是你教他 你有基贤 你可能是跟他同流合污 避免这个基贤 暂时不教他 不是永远不教 你暂时不教他 不犯 若忽他心 我维护 我尊重大家的意见 不去教 也可以 这个是开始的 若无增制 什麽是若无增制 若在增团里面 制度是不要教这个人的 为了尊敬增团里面的制度 你就不能去教了 为什麽呢 因为增团里面有一个规矩 如果曾人犯了戒 他不去忏悔 不肯忏悔 还未忏悔 有一个默奔揭磨 大家不跟他说话 不跟他说话 你跟他说话 就同流合污 他不会忏悔 所以不去教戒 若乎生计 就是我们增兵切磨里面 如果他还没有忏悔 有人犯戒了 在生团里面 他不肯忏悔 他不愿意忏悔 还没有忏悔 那你不可以跟他一同 你有基贤 你同流合污 你跟他一样 那暂时若乎生计 你为了维护生团里面的基督 你不要叫他 这是契养的 不同声闻界第八 若菩萨于如来 波罗提目叉中 疲离建立遮罪 故众生故 令不信者信 信者增广同声闻学 何以故 声闻者乃至自度 乃至不离乎他 令不信者信 信者增广学 何况菩萨第一二道 若你初初来听佛经 你真是听得一头无水 佛经的字很浓缩 这部经 是东进的时候翻译的 全部是文言古文 若你对佛经 完全没有读过 没有学过 你看这个字 你不知怎样解释 所以一定要学习 学菩萨道的人 和声闻的人 有些戒律是同学同修的 是common的 共戒的 有些戒律 是不可以同修同学的 有些不同的 不是全部同的 这里就是讲 学菩萨的人 跟声闻 菩萨戒跟声闻戒 是有共学共修的 也有不共学的 有共的有别的 这里就是讲 有一部分的戒 学菩萨的人 不共生闻一同修的 大家不同 有些人不同 有很多都是共同 有些人是不共同的 这条戒就是讲 共同的是什麽 不共同的是什麽 就是讲这个戒 如果菩萨于如来 波罗提目叉中 疲离 建立戒序 互众生故 令不信者信 信者增广 同声闻学 如果学菩萨戒的人 要低听 即是要听这个戒 于如来 波罗提目叉中 疲离建立戒序 波罗提目叉凡文 叫做Praktimoks 就是解脱 解脱什麽呢 戒有三个名字 一个叫做疲离 下面说 疲离建立戒序 疲离即是戒有三个名字 一个叫疲离 一个叫斯罗 一个叫波罗提目叉 疲离是什麽呢 是律 是法律的律 施罗是什麽呢 施罗是戒清凉 即是持戒的时候 你会身心清静 人是什麽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人永远充满烦恼 你没有烦恼 便不会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这个世界是欲戒的 你脱离不了烦恼 如果没有欲戒的烦恼 便不在此 你生天 天也有天的烦恼 唯有达到菩萨正无生法忍的境界 初果没有了我见的烦恼 二果 三果 四果 没有了我爱的烦恼 我贪我亲我痴的烦恼 阿罗汉全部已经没有了我 没有了分别我痴 和根本我痴的烦恼 你去不去到阿罗汉的境界 所以 戒是令到你减烦恼 你以为受了戒有束缚 我这又不能做 又不能杀生 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淫 不妄语 这么多束缚束缚着我 我不守了 你大错得错了 就是因为你不守这些戒 你增加无量烦恼 你杀生 偷渡 邪淫 妄语 恶语 恶口 两舌 自私 自利 这些就是烦恼的根源 佛告诉你 速速脱离这些烦恼 用甚麽对峙这些烦恼 就是用戒律 有些事我不能做 我千万不要做 所以学佛的人 要年轻人学起 到老你才学 慘了 你受了很多烦恼 你才觉悟 一日无常渡 无方知梦里人 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除身 无常是什麽 死亡 到死亡那日才知道修行 才知道有戒律 才知道要这样要这样 已经太迟了 所以学佛的人 年轻人要学起 但很可惜 年轻人为了名为了利 才识 名识碎 在五欲里面打滚 不懂得回头 所以佛门在山门里面 叫做回头是岸 为什麽 回头是什麽 不要在五欲六尘里面打滚 自己反省 但在俗世中 有哪几个是反省 佛制定这些遮罪 罪有两个性质 一个叫遮罪 一个叫做圣罪 遮罪是什麽呢 遮罪你 不要做这些事 什麽呢 杀生偷盗 邪淫妄语 很多这些 出家的几百条戒 在家的五戒 八戒 这些叫遮罪 另外一个罪 叫做圣罪 圣罪是什麽呢 你受不受过戒 也好 你做了这个恶事 你一定有报应 无论你有没有受过这个戒 有些人说 我偷东西 没有受过不偷渡的戒 我可以偷 我去邪淫 我都没有受过不准邪淫 我便可以跟女朋友做什麽都可以 我都没有受过这个戒 你错了 杀生偷渡邪淫妄语 那些是属于性 他的动作本身有恶性 你做了这些事 就决定有报应 看何时报 就算你不受了戒 也有报应 那些叫做圣罪 我记得我们时常也有一句 这句说话大家要记住 这句说话在家居时要记住 行藏虚实自家之意 和福因由莫问谁 你想说我将来的命运是和和是福 是怎样的呢 你不要去尖挂算命 不要问别人 问你自己的心 和福因由莫问谁 善恶到头 终有报 只因来祖与来迟 大家明白了 闲时检点平生事 静坐思量日所为 闲时时要检点自己 静坐思量自己的事 上把一心行正道 自然天理不相规 这些是我们瑜伽教我们 佛经也有说 孔夫子孟子庄子教我们 行为很重要 声闻者乃至自道 乃至不离户他 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广 何解何方菩萨第一意读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共声闻修的戒 为什么呢 声闻是基督 但是也度他的 但是度他是有限度的 随分随缘随力度的 不是像菩萨一样 菩萨怎么样呢 菩萨西洪诗愿第一是什么 第一不是基督 第一是什么 众生无便是愿度 烦恼无尽是愿断 法门无量是愿学 佛道无上是愿成 菩萨一讲就是度他的 他牺牲积极 牺牲积极的头目老 水 手足 都可以去救众生 但是声闻也是这样 但是他是随分随力 如果是这样 因为声闻也不是一定之度 也是度他的 所以有一部分 我们跟声闻是同样的 前几句是讲的 我们有很多是跟声闻一样 同戒同修的 是这样讲的 下面了 又服遮罪 住小利小作小方便 世尊为声闻建立者 菩萨不同学此界 何以故声闻自度赦他 应住小利小作小方便 非菩萨自度度他 应住小利小作小方便 菩萨为众生故 后面就是讲 不共声闻修的界 为什麽呢 因为声闻的度众生 都是随分随力有限度 而菩萨度众生 是无条件的 无限度的 可以牺牲自己 头目老水手足 牺牲自己度众生 所以在这方面 声闻是有限的 他有些戒律 没有菩萨自在 那麽洒脱 所以有一部份是不共的 前面跟声闻界一样 什麽叫声闻 现在缅甸 泰国那些 声闻是什麽 小圣佛教 菩萨是大圣佛教 小圣与大圣有什麽分别 是否小圣比较差 非也 不是小圣就是差 一样 但是大家走的路有些不同 小圣佛教 一直到初课二课三课四课 都是声闻诚 声闻是从听闻佛法修学佛法 菩萨是大圣的 有些学菩萨的人 有某种戒律 要跟小圣的声闻一样 叫同修同学 有些不是一样 为什麽呢 因为声闻诚的人 救众生 度众生 有限度 随分 随力 度众生 最主要是自己度自己 即是说 小圣佛教 声闻 自己懂得游泳 自己学了游泳才救人 只是给一个举例 但大圣佛法 当他救人的时候 他不考虑自己 懂不懂游泳 便要先去救人 我们从世俗来说 你都未懂游泳 便浸死自己 这是一个譬喻 当你忘我的时候 你才能做到伟大的事业 如果你时常认为 我自己先搞定自己 我搞定自己 才搞你 你是别人 我是我 那你还有我 如果这就还有我 但这个菩萨 去到某个境界 就是你和我 已经是融为一体 复中华的革命烈士 他根本不当自己生死是一回事 有很多我们世界的伟人 就是抛开了小我 才完成大我 如果你事上都为自己 你做不到伟大的事 只会为别人 你说菩萨是利别人 那他自不自利 声闻自利为主 菩萨自不自利 菩萨当然会自利 菩萨是妙法 为什麽 他的自利是建筑在利他方面 利他就是自利 这是妙法 利他其实就是自利 这是很妙的 要有智慧水准 你才知道 为什麽我帮助别人 即是帮助自己 没有理由 我帮自己才不好 我为什麽会帮助别人 即是帮助自己 你自己想想 很简单 这句说话 你帮助社会 帮助别人 即是帮助自己 不知不觉 就是帮助自己 你不知道 慢慢想想 你自己去参考这件事 我们上面是说 与声闻性一齐修行 与声闻性不共修 就是下面 因为声闻是怎样 声闻是住于小利小作小方便 什麽是小利小作小方便 菩萨不住于小利小作小方便 唯有声闻才是小利小作小方便 如果在如期界中 它叫做小事小业小希望住 为什麽 为什麽声闻是小利小 因为声闻要远离世间 它住在山顶上 茅屋很清淨 我在清淨里修行 夜晚刻有浩月当空 清风除来 我很舒畅 在清风山顶上修行 我不做什麽事 我是很宁静的修行 小事不做事 没有什麽大事 小业 我不做什麽导众生的业 我每日生活简薄 我圆门托勃 托了我回去吃 吃完我又打坐修行 小业 它不是帮助别人 而建立帮助事业的小业 小希望住 我没有什麽事 我小欲知足 我没有什麽希望 我是求佛道 我尽量减少我的希望 我不希望做无量众生 小利小作 小方便住是什麽 小方便住就是小希望住 小方便住 方便这两个事是很难解释的 你自己想想 我们现在说 你大开方便法门 其实方便是什麽 就是做很多事 你开方便之门 即是说 法师你可不可以开方便之门 让我在你的庙子住 现在方便即是for convenience 但以前方便便不是 你要做了很多事才行 所以我们戒律里面 第一个就是轻方便 轻方便作想 心想 景和果 方便即是 You apply all the efforts to it You have done all the work to prepare for doing the following 少方便住 即是你都没有做到很多其他事 如果是这样 你便是声门 所以菩萨不应该少住 少作 少方便 菩萨应该怎样呢 千万不要少作 千万不要少利 千万不要少方便 菩萨为众生故 从非亲你婆罗门居士所 求百千衣及自事如语 当观施主堪与不堪 随师应受 如衣亦如是 如衣如是自黑柳 令非亲你即施迹 为众生故 应促职 嬌奢野恶具 座具 乃至金银百千 亦应受之 如是等 住少利少作小方便 声门遮罪 菩萨不共学 住声门律仪界 为之众生 若嫌恨心 住少利少作小方便 是名为凡众多凡 是凡污染起 若懒惰海态 住少利少作小方便 凡非污染起 若不研读佛经的人 看完这一段 一头雾水 你不知道他说什麽 如华斯尼布斯赞赞 你根本不知他自行什麽 即是自行什麽 里面是说什麽 菩萨与声门不共修的六条 戒相 后面讲的是菩萨与声门不共修的六条 戒相 它都彪出来了 后面有六条戒相 是不共修的 讲到这里 下面讲有六条戒 菩萨与声门不同 不同 不共修 菩萨要做的 声门不能做的 我们学戒律 不是盲目地背戒律就可以 要明白戒律里面的逻辑 要明白戒律里面的仪理 这里的戒律 告诉我们 有些戒律 因为这部戒是通于在家出家 他跟出家人说 奥迪在声门的律里面有多些开许 即是声门里面 菩萨可以做多些 他告诉你 但他只是举六条 为什麽 不能举那么多 只举六条 哪六条 讲这六条戒律 必须要讲出家的戒律 现在有人说 你现在讲戒律 你可以像在家人讲出家戒吗 如果是在戒律里不讲出家戒 你怎麽解释这个戒律 不是完全一讲都不准讲 一讲就是犯 不是 你看机缘 你看情况 在戒律里明明是讲 有六条戒律是不共修的 你根本不讲出家戒律 你怎麽可以解释它 不是盲目的不讲不讲就不讲 你要看情况的 所以你听到人家讲菩萨戒 他也讲一点出家戒律 你说不要讲不要讲 不对是你不对 不是人家不对 不是盲目的不听不听 不是这样的 你要用聪明才智去分别 所以你听到人家说不准讲 不准讲 那怎麽解释这条戒 这条戒就是解释 《声闻戒》里面六条戒 和菩萨戒不共修的 以前高僧大德的看法 与在家居士讲不讲出家戒 有两个不同的看法 偶益大师就不可以讲 黄一法师和印光法师是看情况 但我们现在处于社会 要印出家戒本 是否在寺院买个机器自己印 你也要去外面印 如果你请人教队 你一定要出家人教队 你出家人教队 你也要去printing factory 而且人家的网络被人按 就什麽都看到了 你以为人家看不到出家戒吗 我们不向在家人说出家戒的意思 就是怕着 如果在家人看到出家戒 如果这个人不懂得佛法 他知道原来出家人有这些戒 这个出家人没有手 他就猛去说 猛去批评 猛猎 那他就不对了 为什麽呢 出家人犯了某某戒 他有自己开会 自己决定 自己去审判自己 有自比参合的方法 你也不是他那班人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你也不是出家人的 你去管别人的戒律做什麽 他说别人是非 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人犯 尊讲人闲话 尊讲人是非 以是非做人情 不要说出家在家戒 就是在家人 先不要说戒律 甲说阿悦的是非 阿悦说阿炳的是非 尊讲人是非 是非以我传我 本来不是是非 说到是非 所以 在家人已经犯了是非 这个规矩 如果让他知道出家人的戒律 不得了 大写文章 大讲是非 那有什麽 你诬裂出家人 或者看错了 你无根捣 无根据 如果随便说出家人犯戒 你宣传是非 有很大罪过 如果出家人没有犯 你没有根据 而说出家人犯戒 你诬裂出家人 结果 本来他可以盗很多人信佛 盗很多人止恶行善 因为你诬裂了他 那些人不听他说 作恶 你说你犯罪多大呢 不听他不听他 他会判你的 反正 之外 不就 让你眼神 拿着 什么 你看 花